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的节目主席Larry 这一节的《世界防御消息》 想和大家谈谈Discord组出的文件 提到其中一个有几个兴趣的 提到中国的无人机 中国的无人机当然都像美国的思路 亦发展了衍生了大量的系列 今天讲这个系列 大家都有兴趣的是 讲一个三倍音速的无人机 非常之快 这个三倍超音速的无人机 叫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线路 大家也知道 通常这种偵察机 是针对海域上的监察 而我们发现 它并不是一次性消耗的物件 它真的有个车 也会着陆,然后再回收 所以这件事 我想比中国去使用的时候 就很介乎战略性和战术性的武器 当然它本身不是一个 我们说自杀式攻击的情况 不像 它如果做偵察 究竟 它会想偵察什么目标 虽然答案都呼之欲出 稍后我们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以及难度在哪里 以及它本身 究竟难防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也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了,一说起无人机 我们可以捕捕大家多一点的东西 就是关于无人机的发展 以及为什么会发展到今时今日 以及会不会有些东西 其实无人机已经超出了 少少无人机的设计 或者范畴呢? 今天也会和大家聊聊 但是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like和share我们的节目 如果订阅了之后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最早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好,那我们的节目 今天除了我之外 我们请到 Facebook Patreon CIC 就是战斗情报中心 Kurtis在这里帮忙 Kurtis,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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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看你的社稿 会讲一下很多东西 今天真的要讲一下这一部 这一部来自中国 就算我们想说 涉物文件不讲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包括他们的阅兵 根本这部 我们俗称叫做《无精8》 之前他的大佬 《无精7》走出来了 都相当高调 又说是用来代替美国的RQ4 MQ4 说到这么厉害 这一部三倍的任职 Kurtis,你给了什么评价? 可能你看到他的工作范畴 他本身的性能等等 接着我们又猜测一下他的用途 你有什么留言 我会觉得这部 一定就是 以前Loki的D21 D21 你知道 D21 他是打算在 在SR71 上面 上面 DEPLOY 彈出来 接着以三倍音速 飞去别人的 敌方的阵地里面 拍完照 接着再飞回去一个 回收区那里 就彈一个CAPSUL 那CAPSUL 就会装着 他拍了那些照片 那些菲林 彈走了 就被人回收 这部机体会自己自毁 但是毛蒸8 虽然他说 他那个定位和D21都差不多 但是他这部很有趣 他有鎖的 就是代表 他真的拍完照片之后 他会飞回来 自己的基地那里降落 ready for 下一次的出机 就是下一次的偵察任务 所以我觉得这部机体是很有趣的 实际上是 是的 因为你看到它的设计 它也算是为了 飞得比较快的情况 你看到它的翼 我经常觉得它的翼展的感觉 有些像以前瑞典的龙式战机 那些翼 又飞得够快 但是如果低速 操控上也不会太差 而且它上面 我们看到它的尺寸也不大 我初步断定 它应该是不会有武器配置的 纯是做偵察 三倍任足 刚才Curtis和大家说 如果是美国的D21 就会有一架SR-71 去带着它去飞 但是其实中国是没有SR-71 这些机 它如果有 就有些大人工扎机 例如我们说 它使用轰六 轰六N 轰六N 可以放在中间 但是它应该可以放在翼的两边 还是可以放在中间的槽 等等 如果用它的尺寸和轰六K 轰六N 因为那份机密文件 它是轰六N 轰六N 轰六N 因为中间有个粒槽 它应该只是放在中间 它不会放在轰六N 那这架轰六N 本身它用的引擎 那些人说是火箭引擎 所以它就 只是需要轰六N 飞到某一个 设计的位置 弹了它出来 釋放它出来 它踏了火箭引擎 之后 就会直接 爬升加速 所以就 其实 不是说 SR-71 需要那么高空 那么高速 都没什么所谓 因为它本身也快 火箭引擎 很快 去飞 当然我们也考虑一个问题 你用火箭引擎 当然要快 但是快来快 这个世界通常有 你一样快 你的行程就短 如果你想行程长 你的速度就没那么高 所以某程度上 它和DI相比 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其实是的 因为D21它用的车车 是充压引擎 就是Squam Jack 那Squam Jack 那Squam Jack 那些人就经常说 Squam Jack 它的引擎 是你越快 它就越省油 但是D21 但是D21是这样 但是无精8 就不同 它那个火箭引擎 你看到它的机器那么小 它应该是 引擎 全速 把那架机 送到某个高度 某个 速度之后 它过了一会儿 其实那部机器就 没有油 之后就滑墙 用它剩下的动能 继续飞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缺点 但是如果你可以有 大概这样的速度 你其实是可以 缩短对方 你可能说 外国者防空飞弹 或者神盾艦的 SM2 SM6 这些防空飞弹的 有效射程 因为你飞这么快 又这么高 人家的飞弹 你都要爬上来 你都要有时间 挺难的 对加他射过SM3 当作是难你 SM2 SM3 是打到飞弹 是 他打你的时候 其实垂直飞 已经是沙油 然后还要追你 你不是慢 你一来就三倍音速 他一路爬升 追趕这个速度 所以其实都 我想他拦截的半径 都比我们预想中短 以及拦截的效率 都有一些偏差 其实是的 而且你越快的话 这些机器 它不可以说 很急地转弯 你转一次弯 要几公里 所以这部机器 其实又不会直接 飞到别人头顶上 他一定会在 旁边近一点 飞一飞 转一转弯 就算了 还有我好奇 他那个偵察的手段 包括他那些光电头 那些东西 我们就这样看 我们真的不太感觉 他会不会有些很先进 就是吊仓 因为我们就这样看 整部机器很粗糙 看不到他那些 我们经常说的 偵察的装置 那些是如何 美军可能是吊仓 或者他本身的机头 很多东西 我经常觉得 他像枝飞弹 像枝迷你飞机 多过像一架偵察机 那些感觉 你看到整个 样子 真的不是很对路 我自己的感觉 其实是对的 因为 如果你装个吊仓 在这架机里 你又要这么快飞 你的吊仓一定会影响 它那个飞人特性 所以一定不能装 而且你这架机 这么快飞 你会产生高温的 那你装任何吊仓在上面 都不是说一个 可能会消融的吊仓都未停 所以你的吊仓 一定要是有 经过特别的 防疫设计才行 但是你正常 你不会这么摆下去 一架飞那么快 飞那么高的机子上面 所以他一定是 将它里面的 那个缸电 或者雷达 完全全 埋了进去机体里面 他不可以说 好像美军那样 MQ-9 下面有个吊仓 有个缸电头 这样看下来 没得这样 一定要弄在机体里面 是的 机头 机身 那些感觉 那些感觉 全部装饰 就这样看下来 真的不觉得 那些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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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融入了机身 这么先进 就这样看不出 算我眼拙 我真的看不出 而且 说到他也应该有些隐形的设计 感受到他也应该是 如果要偵察到他 都要一定的手段 也不是普通 就这样去找他 找到他出来 看上去 他这个RCS 都有经过特别的设计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 除了用高速高空 这个优点之外 他也可以用低RCS 这个设计 去缩短别人的 发现他的范围 和可以打到他的有效射程 不过这样 我觉得他最不好的 就是屁股 真是红到 我就算RCS低 但是红外特征 是不是实际太明显了 不要说是屁股 是 你整架机 这么高速飞 你一定会 空气和机体 会有磨参的表面 你一定会整架东西 都红了 不用说屁股 整架东西 都红了 是 变成你开了IRST 就看得很清楚 也不用用雷达 IRST 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Anyway Kernis 你觉得他的发展 是针对什么来打的呢 很明显的 大家知道 中国的战术 他都是环绕着美国来打的 而环绕着美国 他又不会打本土 我们知道 射程没有那么远 他是不是都是针对南海 针对台海 东海 菲律宾海 反介入 我们直接想 你觉得他最主要 他的战术 杀双链 他在哪个位置 发挥到他的作用 我觉得他有点像前苏联的思维 前苏联的思维 是如果你要打一个航空母艦 战斗群的话 那时候叫战斗群 现在叫战斗群 那他打战斗群的话 他是想 有一架海洋偵察机 可以尽可能靠近 航空母艦的編队 大概知道他的实际位置在哪 接着才战开攻击 我觉得这架也是差不多 他只是说可能飞去大概一个 他觉得航空母艦会存在的位置 看一看 真的在那 那就可以 调派他的兵力去集中这个位置 去打航空母艦 和他旁边的护衛艦艇 也是 不过我想 中国和苏联不同 苏联以前是用轟炸机来炸你的 所以最后就发展了 AIMM-54 即是凤凰飞弹去搞他 中国就更绝 中国就说 我飞机也不用 我用东风搞你 那就用东风发射 我们初步的估计是这样 另一个玩法 如果中国要抄争苏联导达 我当你飞得又快又准 但你都不知道人家在哪 所以可能这一架 你觉得会不会将来一个标配呢 标配就是轟炸整个团队 轟炸是一个轟炸 轟炸上面可以放这些无精霸 上面又可以放鸚激21 整个编队这样飞出去 先发这一架无精霸 可能他们看海域有多大 发四架八架去飞 大家到处飞 飞了差不多 然后后面就可能有两三架 鸚激21那些 又是带着他飞出来射 那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其实是有可能 因为他真的要感受一个 可以做到时间敏感目标偵察的能力 什么叫时间敏感呢 就是time sensitive 为什么呢 time sensitive 就是说你的目标 只是会在一个有限通胀的时间里面 才会在这个位置出现 你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 所以他可能会用无精霸 将飞去某些位置 看看有没有航空母艦在这些位置 有的话 就立刻通知 在等命令的军6K 或者其他飞行部队去打那些位置 就是这样 是啊 所以我觉得也挺搞笑的 你觉得军6K的作用 不用射长剑 就是送披萨 其实是 不过这样说回 如果用普通的反弹飞弹 你知道现在普通的反弹飞弹 动一下射程都可能上千多公里 所以其实你又不用真的用东风 如果你有够多长程反弹飞弹 就是普通巡航飞弹 你其实都可能 可以对那个编队造成压力 是啊 不过其实我们又反过来说 虽然听起来就很厉害 但其实最后你还是说一下载具 军6本身的生存性 是很低的 因为说真的 如果大家看到B-52 在战场上 他现在在玩的东西 也叫做防驱外的东西 所以如果军6 他不在本土附近飞 其实是很危险的 你飞进一些 例如你飞到第一岛以外 其实生存力已经很低 因为你没有什么掩护他 你派一架战机 你派一架签16 但签16他也有射程的限制 他有作战半计 他也飞不到太远 一千公里好吗? 鬆一点他也要回来 万一中间遇上人家和人家战斗 就回不了家 所以你遇上他 也在说一千公里左右 常常说一千二 你也要预鬆一点 战斗 其实你护送到某个位置 他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也飞不到太远 所以我们猜 其实他这个作战范围 是否远极 他都是关道左右 我觉得是的 而且最有趣的是 你知道以前 以前日本海军 不是有一架 叫櫻花的自扎 自扎机 是的 即是他会放在一架普通军炸机上面 飞到去 人家美军航空母艦附近 再拋出来 这样飞到航空母艦那里炸去 他用这个方法 美军他那个 即是美国海军那时候 有什么反制方法呢? 就是他会把他那些 战斗机那些战斗空巡 看看可不可以延长一下 那所以如果 人家的那架军炸机 是飞到附近的 就是装着那个櫻花 飞到附近的话 他可以 拉开的距离 先搞定了那架军炸机 那他不可以接近到航空母艦附近 才射了那个櫻花出来 所以我在想 未来美军呢 他可能会继续在那 看看可不可以增加 他的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附近的作战范围 如果你可以拉长到那个作战范围 那即是代表 如果 中国那时候还是用军6K 来做 无精8那个发射平台的话 你一定要 看看可不可以 把航空母艦的距离 再拉长一点 再拉长一点 避免他可以接近到航空母艦附近的发射区 是啊 这个我们观察就是 他现在包括 不买大黄蜂 即现在大黄蜂 可能在2027年 就要停货 就是停了生产线 即俗称 就会慢慢死亡 是 早就应该要停 不是的 波音呢 是波音想继续 海军买超级大黄蜂 海军其实是很早 就是一几年开始 就已经经常说 喂 够了我不想再买超级大黄蜂了 够了 我现在只是想将 我手上的资源 给F-35C 或者之后的F-A-X-X 我不想再烧钱买超级大黄蜂了 但是你知道 他不买的 波音就代表少了 少了力量 是的 所以他经常会和国会施压 看看能否令到国会迫海军 去买超级大黄蜂 波音是很差的 波音又不思进取 他经常在大黄蜂上搞搞搞搞 例如什么呢 搞过沉默大黄蜂出来 结果都没有人购买的 沉默大黄蜂 他整个仓也没有人购买 接着就说Block 3 第三批词 其实都不太买 还有他背包带呢 海军都丟掉了 说不行 是因为很伤 很伤的机体 你想想 如果你想想 机体 后面的背部 放了两个油箱 你一定会对机体施加压力 你还要说你在航空母船上弹射 你普通超级大黄蜂 不放的东西在后面 你在航空母船上弹射 你都会 因为他起飞的时候 那个Catapult 那些压力 就是他施加的压力 还有你降落的时候 一下子的硬着 你知道 你这个机身很厉害的力量 就是几乎是撞下去 夹板的那种力度 你是每次做这些动作 他都会不停地对机体的寿命 不停地缩短缩短他的寿命 你再加上两个这么重的东西 是不行的 所以海军先生 没有说拜这个想法 但如果你没有了背带 其实他就没有什么setting point 你飞得不够远的 又是飞到以前的 最真是你飞得这么短 其实大黄蜂被人救病的就是 他跟F14不同 F14也飞得远 只飞带也飞得远 所以他的作战半径很大 现在反过来就比较小 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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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能够背到什么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很浪费 现在大黄蜂的玩法 所以F35C 虽然是单引擎 我们俗称是单春 但是他也叫做飞得远一点 C 还有他隐形 生存上也高一点 但是海军又不争气 他现在的FAXX的计划 有点落后 如果你跟空军比 空军的第六代战机 我们说他那个NGAD 又去得很快 大家都看到 又有数码 即他们经常说 数码的东西去设计等等 海军这边就不太能够 我们看到的FAXX 其实他一排都很前 FAXX整个项目 在预算上好像已经拨了不少 好像是2024年的位置 我看到也快了 其实是 因为他们了解到 你说做MQ25 加油机 你怎样帮那架机 泵行程 其实都不够 因为那架加油机 不是放到很多油 他顶多只是说 给你加少少行程 或者在降落的时候 如果我 没办法成功着陆的话 要再试多几次 再加加油 再试多几次 他只是做这些工作 但如果真的要延长行程的话 你真的要一部新的机 一部可以满足太平洋 1850公里 作战半径 一刻死人 但当然很难 因为如果你可以做到 大概1000公里 起码 你就可以挡到东风21D 你大概可以挡到东风21D 500公里的怪物 慢慢弄到轻炸机 没有可能性 最好笑的是 你飞机怎么做呢 好了 我当今年 我做了一架FVAX 架车 它有个可能 我当作有2000多公里的航程 好了 但这个设计 其实是会 跟海军 几十年都是这个设计 可能说十几年都是这个设计 你不会再有任何变数 就是不会在行程上有变数 但如果你说 对东风21D 这些反弹弹道飞弹来说 如果美军它可以弄到一架机 是可以达到这个航程的话 那不如我弄一支再大一点的 加大版东风21D 那就可以outrange它 因为你知道它只需要做的就是 加大火箭 那就可以做到这个 是啊 那真的不同 所以现在27那些出来 我们都不会觉得出奇 即27 甚至未来29 30 他再做些什么新东西 我们都不觉得 所以我觉得 纤维的竞赛 大家如何在心思那里 如何去下 这也是 还有我觉得 那些叫做干扰 什么反干扰 什么反反干扰 那些 要再做得更厉害 就是如何用电子东西 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当然 我们今天还想说很多题 包括 包括 我和Curtis 我们的麦后 我们都说 无人机 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无人机系列很大 除了有些很快 有些行程很长 还有为什么今时今日 大家会看到 主流的 例如有MQ-9 有MQ-4C 其实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发现 一开始的无人机 其实不是玩这些 一开始是玩快 全部都是玩很快的 为什么会搞到这些出来 又很小便很大 又很便宜很贵 又是那些disposable 搞到现在 好像跌了一架 好像很肉赤 就来一架贵 为什么会慢慢发展到这样的 trend 如果大家想听 记得 在后面 在我们留言区 按加1 又快日日那句 也要收回差不多 大家都很多人想听 我和Curtis 我们就录一节 就跟大家讲 究竟无人机的development 为什么会搞到今时今日 其实有一个原油 发展一个思路 让大家可以再清晰一点 好 这一节来到这里 大家可以帮忙 包括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也可以支持我们 包括 可以透过Superchat Superthanks支持 本地的网友 可以透过 转数快 和payme 支持我们军武器业 海外网友 你可以透过paypal 又或者大家 另一个形式 可以参加我们的patreon 会员计划 每个月 大概一个下午茶的价钱 可以支持到 我们军武老虎的发展 好 那我们就在其他世界防御消息 和瓦瓦战部 和大家再见 拜拜 下次见 拜拜